不然就可以开始了 好 现在有声音吗 有 好好好 大家好 我要分享的是commonvoice的专案 那这个专案已经在 就是距离V黑客松 出现了蛮多次的了 那其实我们这个专案 是从四年前开始的 那四年前的二月 四年前的二月吧 还是八月 四年前的八月 开始收集中文的录音 就是台湾华语的录音 那经过了这么多年来的 的各种努力 终于现在终于开始入台语了 好 那这是我昨天晚上 整理出来的 目前commonvoice的成果 我们在上个 两三个礼拜前吧 才刚释出commonvoice 8.0的资料集 那现在里面有87种语言 包含了这一次的资料集里面 释出增加最多的是 非洲相关的语言 跟中亚的语言 那总长度有30% 那目前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 自由的语音资料集 那前两天 我在跟就是 我们菲律宾的朋友 就是在讨论commonvoice 在聊的时候 我们就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在网路上面 有没有在使用 就是你们的母语 那菲律宾的母语是Filippino 那但是他们日常使用 就是比较 日常比较常使用的是Filippino 然后还有英文 那我问他之后 就发现说 其实我们跟菲律宾有共同的状况 就是我们虽然有 就是大家很普遍使用的母语 但是在网路上面 或者是到了电脑上 到了手机上 我们说我们对话 或者是我们写作 或者是我们聊天的时候 都会变成就是使用标准的语言 就是中文跟英文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我觉得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不知道怎么讲 那像刚刚讲到的区块链 Decentral S.HK有说到用区块链 区块链要怎么用台语讲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 有另外一个GDP专案是爱达义 可以大家可以上去上面问问看 区块链不要用台语讲 那另外一个困难是不知道怎么写 因为你如果要在网路上面 用台语聊天 毕竟就是至少你要知道 怎么写台语嘛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对于可能对于 没有学过台语的人来说 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那现在台语大概有80%的人 会讲台语 会讲至少一部分的台语 但是我相信会打台语的人 或者是会写台语的人 可能不到10% 那这样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会需要 语音输入 那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开放的语音输入法 来可以输入台语的话 那我们就会需要非常多的语音跟语调 非常多的声音跟文字来对应 那这样子才可以去训练 语音辨识模型 那所以说Covervoice这个专案 就是可以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收集很多的句子 然后放到网站上给大家录音 然后大概要收集1000小时左右的语调 就可以做出一个很好的语音辨识模型 经过了四年 我们终于开始就是台语开放录音了 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帮忙协助 让我们需要会整理资料的人 整理文字资料的人 然后还有就是喜欢录音的人 或者是就是可以来random聊天的人 这样子 好那我现在会在random发一个讯息 就是我们的那个新闻稿 请大家帮忙分享跟按赞转传这样 好谢谢 所以关注台语的未来 怎么样在网路世界更有应用空间的朋友 都一起来参与这个专案 那下一个专案我们请 这个专案我们请